现在疫情当下,夜总会的生意也不好做呀 这是第一,而且今天的服务员和房地友都交代好了 谁寻思舞弊,谁跟你关系好,谁跟你扯这些在影响业务上的事 直接就开筹回家就行了 为什么现在这么严格要求这个技能 跟在座各位说,就是因为这个买卖现在不好做 上一周,专家的黄粮都达到各位出来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天天在这上边一天进几间房 几天进一间房,你们都很清楚 所以说从上一周开始,从管理会,管理干部会到复理会 到一线二线的会,严抓现场的服务 严抓现场影响公司运营的这些弊端的东西 也包括咱们这个工程度 以前呢,我总在一个复理会上骂复理 骂了他们低着头 包括这周一,我七点半,复理会 开会我开到了8.45,开了一个小时 我总认为他们不努力 我总认为他们不努力订房 不好好对待自己这份工作 不好好对待工资,不好好对待公司给的这个平台 但是我静起来一想不对 好多复理也跟我说 哥,你知道影响我们病房的,影响我客人不来的因素有多少个吗 啊,坐那一聊,那天来了245个复理 跟我们聊,一大块在女孩身上 好不容来肩膀 碰下手不让碰 大家肩膀不让他 让你唱歌不会 啊,让你喝酒喝不了 啊 客人这样去别人间了 找不着客人,你自己也找不着了 拿手机玩那块都入迷了 能这么干吗 你想想呢,复理病疫间往来多不容易 你一个小的差错,那客人都是喝完酒来的 哪个允许你在那房间里放肆啊 他虐待不了你,是你转身出去了 那副理骂半死的 再过来订忙了 没房,再多各位,包括我在内,咱们喝风吧 是不是,你们可以再选个场所去 你试试去别的场子,我相信你们也都去过 管理层怎么跟你磕拿卡药,怎么玩你 你到一个磨成场子去试试,谁跟你那么客气 最低没有两条烟,最低没一份小费,能进到个场子吗 出现问题不往此卡你啊 别说你们,管理层处理到新厂了 都得跟小弟似的 对吧 中康提供一个好的场所,供大伙,挣钱 需要支撑很多东西 一二线员工工资,房租水电 现在疫情这么难 我这一月九十万的成本 没有生意,谁给我出,告诉我 你挣完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三千块钱 你转身就走了,毫不留情的转身就走了 我们都是凭水相逢 你凭什么祸祸我呀 我凭什么对你好啊,你告诉我呀 所以说,在座各位 老女孩可是三四年的,你有苦劳,有功劳 没问题,你把你的活干好了,带好新人 做好你的人,不能以老卖老 好多处理说,这女孩都欺负我啊 我那客人好不容易找她出去 原本三千,就地起价要五千 原本五千要八千,八千要一万 哥,酒不喝,我说这一嘴,邪了我 客人说你这也太没面了 哥,那女孩这个长,那女孩那个短 那客人给我骂的跟狗似的哥 是,那女孩不应换一个 换一个,那么客人请替谁管呢 你导致完错误了,你转身就走了 一脸委屈,忘啊只哭,你转身他们是走了 那副理面临着多少事呢,知道吗 他在哄客人 他哄不了,我们得去哄 对不对 所以说,跟在座各位妹妹说清楚了 你做服务行业的 上周五开会我就说了 我们都属于在水里头 你甭管你是方便的女孩,不方便的女孩 偷摸方便的女孩 诶,你还真别说 这哥们说话非常有水平啊 比那大领导强多了 说话非常有条理,而且非常重听 我都想看这个视频的完整版了 俗话说的好 强将手下无作兵 有这样的领导在,这个夜总会 那绝对错不了 说的我都想去消费一把了 视频中呢,他提到了中康二字 于是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下 还真有,而且还就在北京呢 所以说呀,下回我回北京之后 哪位哥们想见我,想请我消费一把 咱就去这儿,咱也试试看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服务质量 这些妹子虽然看不清脸 但是看这个大腿还是挺不错的 哈哈哈哈 有些哥们可能要说了 老李啊,你是不是接了这个夜总会的广告了 在这玩命推广 说真的,如果这样的夜总会能找我来做广告 我那也是一种荣耀啊好吗 都不要钱,以后我去免费消费就行 哈哈哈哈